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骑士今天对勒马之战一度领先22分 最后却遭地主勒马大逆转 以95比97输球吞三连败 大地詹姆斯 Liburn James在比赛中还与老冤家时代分身 Lunce Stephenson发生小冲突 赛后詹姆斯说时代分身打球就是有点脏 莫杰倒数7分53秒 詹姆斯持球被时代分身拨出界外 这时时代分身一次故意贴在詹姆斯身上 两人发生冲突 詹姆斯把对方推开 因此被裁判做出技术犯规的判决 时代分身打球就是有点脏 他就是有点脏 詹姆斯表示 我该知道的 从学生时期就知道这是被抓的不是讲笑话的人 而是笑的家伙 裁判抓我犯规 认为是我的动作是在报复 不过时代分身打得很好 过去时代分身曾在2014年季后赛 在当时效力热火的詹姆斯耳边吹气 因而声名大噪 时代分身赛后表示 詹姆斯是名很难防守的球员 对抗这位联盟最棒的球员 有很多球迷们支持他 所以我试着让他的粉丝们生气 詹姆斯做时代分身 又 美联社 詹姆斯又 时代分身 做今日美国